把裹上蛋液的香蕉放進熱鍋煎到金黃色 接著炒熟五花肉搭配紅麴醬 這道紅麴五花香蕉肉就輕鬆完成 而且吃起來清爽不油膩 它真的可以完全解掉肉的油膩感 然後香蕉還會有一種焦油的味道 為了能夠提升我們焦農的一些生活大技 不然大家這樣哀哀求我們看來也很辛苦 那麼盡一點點綿薄之力教大家吃美味 也教大家做好事 教大家吃健康 飯店主廚阿基斯親自示範家常菜 還把最近盛產的香蕉入菜 希望號召民眾一起為焦農生計盡一份力 受邀擔任台北畫刊企劃的主題人物 阿基斯除了分享獨門食譜 還要教大家逛市場買好菜 除了從食材外觀色澤分辨好壞 像是挑豬肉也可以利用紙巾觀察透水速度 判斷夠不夠新鮮最好的採買時段則是在早上八到十點 從挑菜到料理主廚秘訣大公開 希望邀民眾一起逛市場發掘台北美食 特別請到阿基斯可以幫我們找出我們台北人記憶的味道 那跟所有的不管是國內或是國外的旅客一起去做這樣子的分享 那我相信美食一定是一個非常好外交的軟實力 從傳統市場認識台北 台北市貫傳局規劃大廚廠市場專題 邀請阿基斯和張秋勇兩位飯店主廚 帶著大家逛北投和新副市場 分享料理秘訣 也希望能夠吸引外國朋友的目光 行銷台北 開播大台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 參謀報導